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分一整个礼拜 给你讲的人类的大历史 第二本书叫做人类的大命运 那么他写的第三本书 叫做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堂课 发哥会断断续续给大家讲这三本书的内容 这三本书是去年到今年 全世界注意的三本书 发哥这两天讲的所谓的人类的大历史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翻成五十个国家的语言 一共卖了一千一百五十万册 我们下轴的两发哥下轴 一本写一本小说 写两三年 一本书印出来才两千本 再版两千本这样 现代的文学书卖到两版三版就不得了了 但是哈拉瑞一本书卖到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万册 你就知道他有多么样的引起世界上的文化人的关切 哈拉瑞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西伯拉大学的民学者 他其实蛮年轻的 比划哥我算一算比划哥年轻的十几岁 将近二十岁 所以杰出的人有的时候就是非常惊人 那么这本书今天要讲到人类的大历史 从我发哥上次讲了 我们两百五十万年前左右出现了人类 所谓的人类两个字 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这种 我们现在这种人 我在麦克风还有你在听的这种 这个叫做智人 有智慧的人 是人类人种里面最后一个出现 那么人类本来有很多种 开始有人类这样子的名词出现的时候呢 大概有五十万年了 那最后人类很多种都被最后面出现的 这个十五万年前到七万年前 这个智人出现以后 逐步的把它淘汰掉了 现在我们的人白人 黑人 黄种人 什么人都是智人的后代 那么第一章前面两天 发哥讲到人类这样掩替的过程 然后怎么样一直掩替到 智慧有智慧的智人 然后开始过了两百五十万年的 采集狩猎的生活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念历史的时候只有一句话 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主 你在这一句话里面 包括人类绝盗分的历史 也就是有人类以来两百五十万年 差不多的时间都在狩猎 采集 那我们有一种观念 认为说狩猎 采集 是一个落伍的行为 吃不饱 然后才演化成农业社会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说 采集狩猎 生活不容易呢 那是用我们现代的地球 现代的生态观点去看 我们现在地球的生态 有七十亿人口 剩下可以去采集的方野 差不多都被人家开辟过了 农业占领了 工业占领 以前不是啊 以前全地球 在智人出现以前 全地球的人类不够一百万人 绝大部分的地区还是森林啊 还是水果 到处哪里 所以采集狩猎的人类生活是很容易的 而且人类刚开始很有趣啊 如果在这个地区 采集狩猎的食物不够的时候呢 女孩子的妹死会和现在不一样啊 她会怀孕 活动萌的分泌会不一样啊 会像猴子一样啊 一年只有一次花群起啊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么人类为什么开始走入到农业革命农业的时代呢 这本书讲到人类的大历史 人类有几波革命 第一波革命叫认知革命 那个是在脑袋里面发生的革命 两百五十万年前的人类呢 没有认知那么清楚的革命 到了智人 七万年前这个智慧 有智慧的人出现以后 奇怪 他开始有了智 有了一个认知的一个革命 认知革命是什么意思啊 刚开始的人和一般的动物黑猩猩 没什么差别啊 但是很奇怪的 这里面就是到现在 我们还抱着一丝希望的原因啊 如果照唯物论这样推升下来 然后出土的化石推测下来 人类根本就和一般动物没什么两样嘛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和一般动物没有两样 就没有所谓宗教 没有所谓信仰 没有所谓其他的东西啊 那就可以宣布宗教是死亡的 但是呢 有一些东西到现在 就算是最科学的方法 还是没办法解释 也就是15万年前 这个智人出现的时候 他突然起了一个认知的革命 比如说认知革命是什么 我是人 我和别的动物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可以把我和别的动物分开了 第二是什么呢 事实上的具体的东西不存在 是可以想象 我想象那个树有灵魂 我想象那个石头有灵魂 然后最后想象成 有一个宗教在我们现实世界里面 另外一个世界 那里面的人都叫了神 神可以决定地球上的所有的东西 他可以给你瘟疫 可以给你丰收 可以给你花财 财神这些 这个阶段叫的认知革命 好 这里面的一个空隙在哪里 人为什么会产生认知革命 目前没有答案 那么从科学的眼光来讲 只是说这种人类这种动物 不是要怎么搞的 在那个阶段 大概15万年前到7万年前左右的时候 突然这个基因产生了突变 产生的基因突变的时候呢 人突然变成开始认识自己 认识别人 然后开始会想象 而且想象还会比真实的还要更真实 发哥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为什么叫的想象比真实还要真实 钞票嘛 钞票简单的 人类为什么发明钞票 你想想看 改天发哥来讲这个很有趣的 钞票是一个纸张啊 那你为什么愿意在广播电台天天工作 搞得半死 还要加班再加班 未来月底的时候赚那几张纸 那个纸一张纸可以吃吗 不能吃啊 啊那个钱干嘛 那个钞票是发明来干什么 对价来购买别的东西啊 那你用几张纸印的钞票 要能够对价去买别的东西 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 什么基础啊 共同想象的信任啊 也就是说我用了这个新台币 这个银行发行的新台币 然后我拿这个纸去 人家一定会把东西卖给我 不会把它当纸样 也就是说钱是人靠人想象出来的 人是靠人想象出来 而且得到彼此的信任 他就产生了力量 如果大家都不信任这个钱币 我们台币台币这里台湾就是用这个新台币 你突然拿到北韩的纸币来 人家不一定要承认你北韩的钱啊 不承认你这个不信任你这个北韩的钱 拿到台湾来用 我们不用 那你的钱就换不到什么东西 那就是纸啊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为什么人类会发生认知革命 只有一句话 基因图片 那么好再问下去 那为什么会基因突变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啊 就有很多辩论啊 有人说这个就是偶然的机会啊 没有办法解释啊 另外相信有信仰 有神的信仰 那就是神意啊 神的意识啊 要不然怎么会有 现在的这种能够判断 能够创造宗教信仰的 这种动物出来 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 所以呢 信仰神的想象 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更复杂 好 发哥呢 这两天要讲 人类进行到 所猎生活25万年 然后到一万一千年左右 才开始进入到农业的时代 发哥要来讲 认知革命以后的第二个革命 人类第二个革命 叫做农业革命 这农业革命 人为什么会发展出农业 农业革命带来什么东西 农业革命 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系 农业革命 形成了帝国 帝国形成了 整个 后来的一个科技的进步 科技进步碰到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带来了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 以后到现在就变成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 科学革命以后呢 开始越来越自大 而且经过 这个医学科技呢 用细胞可以分裂 可以创造出 逃利阳出来 然后人已经接近于 想要扮演上帝了 这个过程是什么 发哥在一步一步讲给你听 人类想要变成上帝的时候 是人类的信任还是大不幸呢 这本书在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叫做 智人的灭亡 这本书的结论 尾巴最尾巴一个章节 发哥将来再讲 按照现在人的理性 人的这种自信 人的傲慢 这样发展下去的知识 人类 我们智人 这位人类 只有走向灭亡一条路而已 好 那么这是后面再来讲 今天要专门来讲 农业革命 农业革命在这本书里面 第五章啊 第一节他就讲什么 他说农业革命是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啊 大家认为人类从狩猎时代 进入到农业革命以后 开始可以栽培作物 养山猪啊 养羊 养马 这些有牲畜 有肉可以吃呢 人类突飞猛进 大进步了 但是 这个作者哈拉瑞呢 讲了 从理性的分析里面来讲 人类 从采集狩猎生活 走到农业革命开始呢 是一条错误的演化的道路 是我们这一代人 智人里面啊 这种人种最错误的判断啊 他招来了不断的祸害 他的观点让我是很震撼的 因为我没有看听过这种观点 这样讲的 而且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完全符合科学 人类从 狩猎 游牧 采集社会 进入到农业社会 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而我们正在不断的付出代价了 好 讲这个以前 方哥还是要讲啊 现在疫情这么险峻啊 马上要春节了 天气比较好 大家都出去走一走 但是不要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去啦 放轻松 让到乡下走一走 柴山爬一爬 一八五线道走一走 走一走 运动量够了就回家 安静一点思考 读书啦 大家没要讨厌这些麻烦啦 国家有力量没力量 就是人民有没有想要求的知识嘛 你看全世界现在亚洲啦 不要说全世界啦 全世界念书念得最勤劳的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啦 平均一个人每年念十四本书啦 就是说严肃的书啊 不是那漫画什么鬼灭之论这种书啊 以色列十四本 韩国人已经进步到一年念十本严肃的书 日本人八本 新加坡人六本 台湾人几本你知道吗 台湾人两本啊 两本是一个未开发国家的水准啊 台湾人不念书啦 啊所以花哥才这里替你们念书来广播出来 你知道我替你念书还要做笔记 我一天广播一小时 你知道我花多少时间吗 最少四小时啊 我现在要跟你讲人类大历史 这个我已经念了八天啊 没念完这本书 还在继续在念 那我要花几天的时间讲给你听 你去听就能够收获这么多知识 你想想看 好在这个过得比较 保守的生活一点啦 让疫情过去啦 台湾控制得很好啦 像桃园这个爆发出来的案 你看起来也慢慢稳住啦 所以让疫情稳定 让疫苗发生作用以后 人慢慢的可以走向理性的生活啦 第二个就是花哥觉得呢 这次凤山要罢免黄捷这个运动 太荒唐了 太过分了 叫人家去投罢免这个黄捷的 这个罢免的那个通知单里面 写的理由根本就狗屁不通的理由 所以花哥觉得说 我要维持一个真正民族制度的理性运作 请你去反对罢免黄捷啦 去投票啦 让他们知道 不是有一个力量 不是可以随便乱搞的 人家当初罢免韩国瑜是有很多理由 那个理由和黄捷罢免黄捷理由 能够相比吗 我们如果要捍卫民主政治 好好的一个理性的民主政治 我们就要做抉择啦 好我们回到农业革命 史上最大的骗局 讲农业革命 花哥也推荐过 屏东的高山咖啡呢 种的高山咖啡 从日历时代就开始实验种到现在 北道五山 台湾三千公尺的最后一座 南方的山 在一千一百公尺的地方 才有优良最好的黑咖啡呢 如果你要啦 请你打0983468356 0983468356 过年呢 好好喝杯黑咖啡 好好地思考 新的一年 好 人类我刚讲过了 人类本来有很多种人 种人啊 克农马农人 亚洲都是直立人 北京人系统 然后呢 在爪哇呢 有爪哇人 那些人类 但是这些人种的存在是250万年 所以人类呢 迁徙呢 迁徙分成两波 第一波是这些直立人 克农马农人 还有这个佛洛斯人 印尼的佛洛斯人 从非洲出走 然后呢 花了几万年的时间呢 遍布到欧洲 非洲 亚洲 第二次 人类出走呢 是已经是演化成智人 有智慧的人 那个在15万年前 开始出走 从非洲走向欧洲 走向亚洲 走向 大洋洲 后来的智人 把前面250万年前 产生的人类 统统消灭掉了 统统消灭掉了 只剩下一种人类 一种人类就叫智人 就是我们这种有智慧的人 好 现在来看呢 发哥讲 讲太复杂 怕你听不懂 但是这个是你作为 现在研究学问的人 一定要有的知识 这个本来在我们初中和 国中和高中课本 一定要教的嘛 要不然你根本不知道 人类是什么东西 你还思考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 我们对了解才有办法反省 我们哪里做错了 哪里的发展是不对的 好 人类开始智人 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出农业呢 大概是一万一千年 这全世界的 研究人类学的专家的最后 生态学的专家的结论 就是一万一千年到一万年前 人类开始进入到 农业的社会 人类为什么会进入到农业社会 原来不是在山里面采集东西 打猎 很容易吗 就很容易生活 为什么你要去搞成变成农业呢 来种植农业 还要养猪养牛养羊 这比采集还要更累啊 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 来好看一看 快到电报 快到狗狗饼 97.5 快到昆家南 92.3 快到大大丢 89.5 快到大大霸 89.3 快到华当 98.3 快到配偶 96.7 快到红虾 91.3 快到台湾 政策武漢 快度年報榜 他平常 便會給你隔音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阿公 這裡不是行人穿越線 不能太快從這裡走 太危險了 知道啦 還有那個綠燈秒數不夠不要走 下次再通過 阿公喔 千萬不要低頭滑手機 老公 小心 好 後來腳踩不撞到 以後我一定要塞腳板 對啊 護理讓行人匯罰一千二到三千六百元喔 路口慢看停 行人優先行 快樂聯播網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沾邊時事 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道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英文跟聽眾聽到底呢 快樂聯播網 這是一個上台快樂的所在 下音上有愛 上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播網 各位觀眾朋友 我是五金發 發哥呢 今天講這本書 人類的大歷史 以色列的名歷史學家哈拉瑞的作品 中文版呢 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了 那麼這本書今天講到農業革命這一段 為什麼人類本來就是採集植物啊 打獵啊 過得很好 啊 為什麼要去過農業生活 發哥給你講 我們台灣原住民在日治時代以前啊 日治時代以前啊 很多原住民的部落還是過著 半狩獵半農業的生活你知道 到今天啊 發哥有的時候到台灣東部去 碰到阿美祖的老年家 發哥的好朋友 的媽媽 今年八十五八十六塊九十 他有的時候就一直講 這你們平地人很奇怪呢 我有的時候 因為他媳婦是平地人嘛 嫁給他們阿美祖 我媳婦很奇怪 你們平地人很奇怪呢 為什麼要種菜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種菜 更荒唐的是你們為什麼要買菜 我們聽得很奇怪 從小種菜買菜 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阿美祖的老人家想不通 為什麼 在他還十幾歲的時候 他們沒有種菜買菜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滿山的野菜他都懂啊 他有那個知識 運用野菜的知識啊 像阿美祖台東花蓮那個地方 就有很多昭和草 昭和草是什麼 昭和草叫做耍蚵仔 你知道昭和草是怎麼來的嗎 耍蚵仔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結束的時候 日本快要戰敗了 怕台灣沒有食物啦 日本餓死很多人啦 他就從飛機上撒這個昭和草的種子 撒到台灣滿山遍野 然後呢引進非洲蝸牛 就是我們現在吃的蝸牛啦 炒蝸牛啦 讓台灣人啊 在戰爭的末期 萬一到田沒辦法耕種的時候 你到山裡面可以摘蝸草 炒蝸啊 還可以吃蝸牛肉 蝸牛要高蛋白 就不會餓死啊 這是日本人弄下來的 那麼阿美祖呢 就一直延續他們上千年的歷史 他們的菜都是在山裡面去摘的啊 他為什麼要種 所以老人家呢想不通啊 但是年輕一代 平靜人在種菜我們也種菜啊 種菜要撕毀啊幹什麼 還要去管他 這是已經不同的世代觀念 好 人類開始進入到農業社會的到底是什麼 就是剛剛好 他不是一下子進入到農業社會的 所有的人類歷史研究的結果 全世界的農業是從哪裡開始的呢 這個話哥講過嘛 這兩河流域啊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東南部 伊朗的西部和地中海的東部秋林 在這個地點 農業是從這裡開始的啊 那麼剛開始的時候 人類學家呢 以為呢 全世界的農業革命 只在兩河流域這個地點而已 但是現在發現不是 它是在同時在幾個地方發生 但是最早最有規模的就是兩河流域 土耳其這邊 伊朗 伊拉克這邊 另外呢 在中國也開始的稻米 長江流域有野生的稻米 然後北美洲呢 有了南瓜 種南瓜 因為南瓜是野地長的 它後來弄來栽培了 那麼豪在那個兩河流域 為什麼會進入農業時代 因為有一項植物到目前為止 到現在為止 人類吃的農作物裡面最成功 人類所栽培的作物最成功的是什麼 最成功的不是稻米 是小麥 小麥 小麥是人類截至目前為止 主要食糧的依靠 麵包啊什麼東西都是從這裡來的 包括你喝的啤酒 從小麥來做 小麥是原來在一萬多年以前 人類還不會用它的時候 它根本就是不足為觀的一個野生的草而已啊 野草啊 然後呢在兩河流域的智人啊流浪到這裡呢 那偶爾呢看到草上面結的果實啊 金黃色的麥穗呢 覺得很可愛 就拿回來搂一搂搂一搂 那個麥子放在嘴巴裡面攪一攪呢 甜的啊 那快吃吃還會吃飽啊 所以剛開始是到哪裡去採到麥子就拿回來 啊用石頭捶一捶把麥殼捶掉 吃裡面的東西 然後人類發明了火 人類發明了火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有的動物裡面就是人 發發現了火 而且會製造火 火對這個人類產生多大的影響呢 所以你看這些古希臘的神話裡面 啊 非常重要就是取火嘛 啊 讓天上的火神呢 普羅米修斯呢 把天火倒給人間 做死這個天神之父呢 非常生氣 就把普羅米修斯做了最嚴厲的處罰 讓老鷹吃他的腸子 濁破肚子 拉開來 然後傷口又複合 老鷹再左一次拉開來 因為人類發明了火 打雷引起了火災以後呢 他發現 森林裡面的動物都燒死了 燒死了 然後又人類去把那個野獸的 燒死的屍體吃一吃 這會吃啊 變烤肉啊 人類發現了 肉呢經過烤肉很好吃 所以人開始了 怎麼樣去 第一個開始是 保存火 森林裡面被人打中 鬧成火 又把火種怎麼樣保存 但後來都發現了 把樹木拿來摩擦摩擦摩擦 會產生火 人開始自在用摩擦 會產生火的時候 這個文明就突回猛進了 人類的基因突變 大概就在這個世界 你知道火出來是什麼 因為人類所有的動物 人間所有的動物啊 地球上所有的動物啊 他用的力量 就只有他身體肉體的力量了 就是黑猩猩 我們人比較有爛的 阿諾斯瓦辛格也拼不夠黑猩猩啊 黑猩猩可以把你一絲 撕成兩半啊 人家有爛也拼不夠晒啊 武松打武 武松打的是一個 老的老虎 生病的老虎 武松喝醉了 就把我 不小心把他打死的啊 一般來講就不可憐啊 但是人類發現了 以前用石頭和野兽對抗啊 有的還是輸啊 他現在發現了一個 比石頭還要更厲害的武器 就是放火啊 放火燒山啊 人類開始呢 除了肉體上的力量以外 他可以用別的東西的力量 火的力量是最大 而且在哪裡你知道嗎 火最可怕在哪裡啊 力量很大人可以放火 弱不禁風的女孩子也可以放火 也不會因為男人放的火就威力比較大 那女人放的火就威力比較小啊 大家一樣可以用 絕命的武器就是火啊 開始人類在森林裡面就燒森林啊 放火去燒 然後為了要 要吃那個野獸的肉 燒燒樹木倒下來 樹木倒下來變成灰 灰以後那些 他們採的那個賣力的種子 不好攜帶嘛 有的時候就是掉掉在那個 燒過的森林或燒過的土地上面 他就花芽麥子就長出來了 好那為什麼會在一萬一千年左右的時候 產生了農業 產生了人類大量的種麥子 因為地球上經過了幾次冰河期 冰河期的初期就是海水結冰 整個結冰整個地球上都變成冰 然後冷的要死啊 大部分的動物生命就逃不過冰河期 就凍死了 少部分的生命活下來 地球上已經經過四次的冰河期 六七次的冰河期 每一次都消滅一大堆物種啊 那麼最晚靠近我們現在呢 就是第四季冰河期啊 都是大概七八萬年 一直到一萬年前左右了 所以到了一萬多年前的時候 是冰河期結束的時候 上一次的冰河期結束的時候 冰河期結束以後怎麼樣 雪融化啊 雪融化以後呢 海洋上漲啊 這就是諾亞方舟的神話的來源啊 大洪水神話 冰河期融化 冰河融化 海洋上漲 下大雨下不停 經過冰河期結束以後呢 怎麼樣呢 天氣變暖 一天一天變暖啊 我們現在變暖 我們現在的氣候已經是變暖暖 到極點了呢 南北極在融化呢 可能第五次的冰河期 又第五季冰河期又要提前來啊 所以就變成人類共通的問題 結果氣候變暖 然後下雨雨量夠了以後呢 就在兩河流域的地方啊 土地又回沃 整個麦子長出來 整片田野都是麦子 麦子變成強勢的作物 那麼人類在那個一片麦子旁邊啊 原來麦子是在森林裡面 從雜草裡面挑一點挑一點挑一點挑 用拔的拔回來的 現在整片都變成麦子 其他的草都被麦子淘汰了 那人類開始呢 就不是用手去把那個麦碎了 他們就用石頭磨磨磨磨磨磨 磨成一把石鐮刀可以用割的 所以兩個驴域出土的石器裡面 有很多的石鐮刀 石頭做的鐮刀 割割割這些帽子 麦子呢就帶回去 人類開始呢 麦子在這裡大量的割 然後來想啊 既然那個種子掉下去會花芽 我們為何不把麦子 割回來的麦子吃掉一些 有一些呢不要吃掉 把它撒在土地上 它就會長出來啊 我們就不必走那麼遠去割麦子 就是這個念頭啊 人類開始的農業社會 那麼人類也進一步觀察到啊 那個麦子如果只撒在泥土上面呢 長得成果不好啊 如果把那個土鬆一鬆啊 把麦子用土蓋起來 花芽率更高更成功 所以開始挖土 所以就發明了 把木棒削成尖尖的 來把土呢弄鬆 然後麦子撒下去 農業社會因此開始 你知道人類社會到今天為止 栽培最成功的作物就是小麦 文明也因為小麦 因此而產生了 小麦是人類有史以來 最成功的工作的農作物 到今天還是如此 在地球上絕大部分的人 還是以麵粉麦子的副產品 為主要的食糧 那麼全世界現在種的小麦呢 大概有225萬平方公里 那有多大呢 大概是十個英國 整個英國的面積十倍那麼大 每一季都有這麼大面積都在種小麦 這個小麦啊你看看 主要的產糧國家 為什麼美國 美國 這個加拿大 這些國家和澳洲 它食糧是佔多數 他們是以小麦 他們國家的小麦的供應量 都超過百分之一百以上 美國百分之一百二十八 加拿大更高 所以它的小麦可以賣給別的國家 有一些國家很大 但是它糧食不足 比如說俄羅斯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 其中有一個原因 就是連著三年 蘇聯的小麦欠收 欠收的結果 它老百姓一定要對外面 購買糧食 全世界最大的小麦產國 就是加拿大美國這些出口啊 美國抵制 用一些政治的理由抵制 使得俄國的糧食告緊 老百姓餓肚子 再加上其他的因素 蘇聯因此解體啊 除了小麦以外 第二個更種最多 養活最多的人是什麼 就是稻米 稻米的歷史 人類發展的歷史 種稻米的歷史呢 和小麦差不多 小麦的花園地呢 是在兩河流域 稻米的花園地在哪裡 稻米的花園地在喜馬拉雅山 喜馬拉雅山的北側 和這個西側 東西側 那麼原來稻子是旱道 就像小麦開始是旱地的 也是野草 然後從喜馬拉雅山山路呢 隨著那個長江黃河 都是從喜馬拉雅山花園的嘛 黃河那邊種稻子 種不起來天氣冷不行啊 那麼那個稻種呢 從長江的上游 一直流下來 沿著一直流到出海 這條長江流域 開始變成稻米的產地 稻米另外一個產地呢 從喜馬拉雅山 帶著水源下去 就是恒河流域 就是印度的恒河流域 也是稻米文化 另外一個呢 就是爛昌江啦 那一直流流流流 流進中南半島 形成美工河的上游 美工河然後變成稻米 全世界產稻米最多的地方 其實是美工河 稻種也最多 下來才是長江 那下來才是恒河啊 那麼這就是人類呢 從稻米和麦子 開始呢 發現了這些能夠當食物 而且這些植物呢 容易摘種 小麥比稻米又更容易 因為稻米一定要水分很豐富 溫暖的地方 而且泥土要很裸軟 稻米成長的環境 比那個小麥還要挑剔的 好 開始呢 人類呢 就覺得說 我要不必跑那麼遠去打類幹什麼 我只要種稻米 種這個麦子 我就可以生火了 那種麦子 要經過幾個工作 第一個工作呢 麦子 你如果全面都是沙地啊 河床在沙坡地啊 酒桃啊 過的都酒桃 你把我種麦子 也沒辦法種稻米嘛 所以你如果要開闢農業 第一個田要開闢一個田啊 你要將酒桃 要將酒桃撞掉啦 所以台灣人還有一個老人說這句話 叫你做工作你也沒辦法做工作 啊 叫你撞車你也沒辦法撞車 你給餐桌的酒桃啦 餐桌的酒桃什麼意思啊 田裡面的石頭啦 餐桌的酒桃啦 老一般台灣人都這樣賣人啦 就說你就沒用啊 因為餐桌的酒桃叫做沒用啊 所以我們要耕田的時候第一次呢 把石頭剪掉 第二個開始要把別的草除掉 因為稻米和麦子它不能夠和別的草來競爭啊 別的草的競爭能力比它強啊 所以要把別的草除掉 才不會吃掉它的肥沃的土壤 你的養分啊 也不會遮蔽那個稻米啊 第三個怎麼樣呢 稻子結碎以後和麦子結碎以後呢 灌漿的時候有甜味啦 有甜味很多昆蟲就要來吃它啊 最有名就是蝗蟲嘛 蝗蟲過境就把你吃光光甜的東西 所以你要開始要去抓蟲啊 然後呢 你要去鎖戶啦 為什麼要鎖戶 麻雀這些 稻米熟 麦子一熟 麻雀其他鳥要來吃啊 你要把鳥趕走啊 第二個呢 你要灌溉啊 給它水啊 到最後呢 你要去減肥料 人的大便 牛的大便 減肥料 好 人類從狩獵的社會 到山裡面摘菜 到山裡面打一隻梅花鹿 可以吃整個月 本來很輕鬆 結果開始農業 以為農業產的這些稻米麦子 比較簡單 結果反而 人類開始呢 又不能夠移動 在稻田裡面不能夠移動 變成一年世紀 你都開始播種 除草 插秧 棺蓋 人一天到晚 在田裡面勞動 為了要吃飽 但是我們的人類的身體 你自己洗澡 你看看你自己的身體 人類的身體 在演化的過程裡面 不是為了做農業來的 但是人類進入農業社會 又開始產生毛病來了 你要不斷的撿石頭 不斷的做初衷的工作 你的脊椎發生軟板脫出啦 這人到了一個年齡 脊椎病就來了啦 做農的人 尤其老人家你看看 到後來彎腰頭背 那是做農做太久 一直彎腰啊 然後關節眼來了 然後最麻煩的事情來了 什麼來了呢 有農業有那小麥有 他要想養豬養羊 這些東西來當肉的來源 人類的疾病是農業社會開始的 傳染病 會結核啦 傷痕啦 霍亂啦 鼠疫啦 這些傳染病 人類大量的傳染病 就是從農業時代來的 農業時代 進步到工業時代 形成城市 就是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 這個SARS就來了 人類進入到農業社會 是進入到 傳染病的時代來的 這是一個 人的判斷錯誤造成的結果啦 這樣來講 當然農業社會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我現在跟你講 你沒有想過的問題啦 人進入到農業社會 這不是說從此過著快樂的生活 像王子一樣 沒有 人進入農業社會 開始就做孤做伯 大家說你做孤做伯 就是這樣來的啦 人類自己選擇的 人類自己選擇的 今天講不完 謝謝你收聽 明天下期間再見 拜拜 拜拜 你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